TV生辆文汉 陈书贤 刘昭阳 台中报导 再看的是马屁文化的官场现行计 雪山隧道搭建便朝的拍马屁争议还没有平息 不过现在又传出了空军领被抨击拍总统的马屁 因为今天陈总统本来要巡视新竹通军基地 结果500名官兵被管制休假必须要练场军歌 让不满官兵直接投诉到总统府去 让国防部长也觉得相当诧异 要表示必须要进一步查证 不对此总统府也相当的惊讶 刚才决定总统取消视察新竹基地这项行程 国军再度传出拍马屁事件 让国防部长李杰被媒体追到脸色铁青 我不知道 回头会处理 李杰气到说要查办 新为空军新竹基地为了在星期二迎接总统视察 结果管制500多名官兵休假不说 还要他们顶着大太阳练唱军歌 引起官兵反弹 结果一撞就告进了总统府 的确有新竹空军基地的弟兄 有跟总统府这边陈情 那不过我这边要特别强调 就是说陈总统他出身贫寒 一向都很贫民化 他从来也都不重视拍场 马屁还没拍成 反倒是总统府被波及 尽管空军强调事后会补价 但这一起管制官兵休假 只为了总统到访 已经为国军拍马屁的事迹再添一笔 TV新闻综合报导 总统不去了影响还有待观察 不过军方高官再度传出 拍总统马屁的情况 不过军中的马屁文化 已经不是第一群了 军事立委还帮三军拍马屁 做了排行榜 结果两年前空军部队的全体官兵 戴其扁帽 欢迎总统拿下了拍马屁的第一名 就是这段空军弟兄戴扁帽 迎接总统的画面被灾党立委 示威军队拍马屁的经典代表作 这个戴扁帽的第一次始作俑者的沈在天 后来高升为什么 有台南基地指挥官 高升为总统府的副司委长 有效啊 空军拍马屁夺冠 海军更是发扬光大 今年初节总统视察海军 官兵不只戴扁帽拿扁娃 海军还干脆把总统老家的警治 全搬到部队里 拿下拍马屁第二名 当时总统看了又看 也只能说了这句话 这段马屁事迹之后 海军出身的总战争局局长陈邦志 就破格高升为海军总司令 空军海军拍马屁不落人后 唯独向来比较保守的陆军 顶多是把阿兵哥当成伴舞 大跳马卡丽娜 这段人匪夷所思的尖叫 就是八字熊啾啾的陆军官兵 虽然总统符合国防部三生五令 不准官兵拍马屁 但马屁拍得越多 官运也跟着越横通 如果说是巧合 那还真是巧啊 Tip新闻综合报道 另一位属下不拍长官马屁 而是给对方下马威 台北新政府有名女性公务员 经常对同事提起告诉 例如主管要求她请公家 必须要解副证明 她就控告主管骚扰 又同事轻轻拍她肩膀 结果被她控告伤害罪 在二十个人办公室当中 近半数都被她告过 而她办公桌上是随时摆着录音机搜证 让办公室的气氛每天都搞得很僵 见到媒体出现的办公室 这名女公务员口气相当不满 女公务员不回应任何问题 甚至拿起桌上电话报警 派出所远警赶到 或是又是她都不陌生 原警表示这名女子经常为了办公室里的大小事情报案 曾经有主管要求她请公假减负证明 但女子认为被刁难 反告主管骚扰 主管说她公文有错 也被她告犯害名誉 连警察无心说了一句莫名其妙也被告 近半数同事都因此上过法院 为了收证这名女公务员上班带录音机 有时甚至拿起相机拍下同事的一言一行 同事上班既胆战心惊有无奈 TVB新闻综合报道 台北县选记市的这名女行公务员 以前在基隆上班的时候就打过了很多的官司 现在转任板桥还是同事口中的麻烦人物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 生怕一不小心又得要跑法院了 办公室里面很安静 气氛很鬼 申请NP3不通过 他告长官妨碍公务 大事小事都要告 这位女公务员从审计部一路告到基隆 又告到板桥的审计市 其中被告得最惨的就是他的上司 办公室行文 长官要他把文件放桌上等批示 就这么一件小事情 又被告了一个强制罪 现在所有人都闪他闪得远远的 网络上随时都查得到他的告诉记录 不过几乎都是驳回 就连附近的派出所看到他都很头痛 都有 杯子也有 班子也有 差不多都有 不只这样的问题 什么东西都买了 好 了 肚子也有 嗯 有